前总统陈水扁在脸书新勇歌物语中,透过影片炮火猛攻韩国语图,翻射自陈水扁新勇歌物语脸书今日天气,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高温略降油震雨今29日受封面通过影响,北部及东半部将逐渐转为有短暂震雨的天气,中部地区及南部山区下午之后降雨几率也会逐渐增加,民众出门应攜带雨具备用。 气温方面,封面通过之后,东北季风烧增强,北部及一花白天气温烧降,高温约25至27度,中南部及台东高温仍有28至30度,清晨低温约20度左右,中南部日夜温差较大,需留意气温变化,适时调整衣物,连好种,阿扁狂轰韩国语当选一起死他反呛12字玩报高雄市长韩国语访问港澳,继于港澳中联办主任会面后, 25日与大陆国台办主任刘洁一会谈,表示强烈支持九二共识,引发外界热论,对此,人在保外就医的前总统陈水扁,在脸书信用歌误语中,透过影片炮火猛攻,直指若韩国语当选总统,写放军就会进来,到时候大家一起死,不料一番话却遭罗友志用短短12字玩报,狠狠打脸,孤子家报独家民调, 国民党这两人大逆转,众人惊呆2020总统大选,民进党党内初选提名部分,目前为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总统蔡英文两人确定投入党内初选,国民党部分则尚未明朗,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27日在政论节目公开独家民调,国民党五位可能角逐2020总统大选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党主席吴敦毅,前台北县长周席委,其中王金平以15.1%险胜朱立伦的13.4%,两人民调逆转,此民调立刻被转载至PTT正黑版, 引发网友热议,图,翻设自PTT正院通过酒驾累犯制人于死以刑法论罪重死刑酒驾零容忍,行政院会昨28日审查提高酒驾罚则的刑法修正草案,把酒驾累犯致死罪重可处无期徒刑,不过若酒驾制人于死,若情节重大,又故意主观杀人的犯益,可依刑法杀人罪论处,罪重仍可判死刑,法案将含送立法院审议, 罚百万没再怕,中天季狂播韩国瑜昨早在高达六成三中天新闻台因播放高雄市长韩国瑜新闻比例过高,频频遭民众投诉,再加上凤凰展翅,大使盯长两则新闻被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